好 另外要来看到是高雄的一名十九岁男子 他疑似是跟朋友发生了口角冲突 结果呢 就遭到四名扼煞拐骗出门 这男子因此遭受到攻击 受伤送医 时候警方也逮捕四名扼煞 依照杀人未遂罪来送办 但是呢 现在被害人的妈妈看到儿子伤势如此的严重相当不满 痛批这四名扼煞根本是想张人 置于死地 因此呢 是在脸书来发文 请求社会大众帮忙来主持公道 男子抵达向约地点才刚开口 就遭四名扼煞狠狠攻击 他跪地求饶对方人不罢手 最后男子浑身伤送医救治 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全身伤痕累累 妈妈心痛 擦拭他身上的血迹 妈妈说他有两个孩子被打的是老大 今年十九岁 因为是单亲家庭 三个人从小相依为命 儿子被打后后脑筋过手术缝合 留下长长伤痕 事情发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 这名男子被朋友载到相约地点 却被欧伤 检方在家属报案后 一个小时就逮捕四名动手嫌犯 但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案发至今 已经将近两个星期 案子还没有到地检署 家属认为嫌犯说辞避重就轻 因此po出事发当时的影片照片 希望社会大众能帮忙主持公道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